大家好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左撇子有沒有比較聰明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所以他先問了 Are left-handed people smarter? 很有趣的開頭 那我們就看到了smart這個字沒什麼了不起的 我們看到left-handed這個字就是左撇子 所以左撇子叫left-handed 好 希望你沒問題 那right-handed可以 還有一些handed結尾的詞 像例如說 我印象中馬上想到一個詞就是red-handed 這個就是做壞事被人家現場抓到 所以我們來造一個句子好了 假設說你偷我的錢 然後我現場抓到你偷我的錢 so I caught you red-handed 句點 就這樣 所以這個red-handed這邊是一個授詞的補充 我可以再多加一個詞在裡面就是偷我的錢 I caught you stealing my money red-handed OK 所以你後面可以再多加一些形容詞進去 假設偷我的錢的話 I caught you stealing my money red-handed OK I caught you red-handed 大概是這樣子用 好 所以left-handed 左撇子 那還有像一些詞 因為我剛剛稍微做一點功課 所以有一個詞叫做sinistrality 其實它是說生物學上有些東西 有些生物它在左半邊堆積比較多東西 叫做sinistrality 其實這個字 我後來看這篇報導 我有知道說 原來左撇子在法文裡面 其實是有負面意識的 所以像sinistr sinistr 這個字就是邪惡的 OK 所以 下面有沒有講到 左邊一般被認為是不好的 那事實上這都是一種奇怪的偏見 所以連法文這個語言 他本體上來說就已經歧視了這個左撇子 那英文可能就還好 因為你講left-handed 不過也有另外 等下我會介紹到 就有一大堆片語是 只要扯到左邊都好像比較不好 好 等下介紹到再說 那還有另外一個詞就是從 它源自於棒球 可是像現在在拳擊裡面常常用的就是southpaw 你看到說 oh he's a southpaw southpaw是什麼 左撇子 OK 所以一般在拳擊裡面 你不會描述一個拳擊手是left-handed 你會描述它是一個southpaw OK 好 酷 所以我們再看下去 他有一個小標題 lefties 所以你看又有這個詞 lefties 所以如果你講left-handed OK 那左撇子的人你叫他lefties也可以 OK lefties 就複數的的話 好 所以左撇子怎樣呢 左撇子事實上它佔據了這個人口的10% 所以這裡有個詞就是constitute 它的確就有構成的意思 這個字比較少用比較少考 比較常考的是像類似comprise 或者是consist of這個詞 這裡有打一下下 comprise跟consist of 所以如果說 像剛剛的constitute來說的話 所以lefties constitute about 10%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所以左撇子大概有全球人口的十分之一 10%的話 我希望你看得出來 這裡的constitute的用法就是 左撇子構成了10%的人口 也就是說 你是用小單位去構成了大單位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就例如說你有一個醫療團隊好了 是由7個醫生組成 所以團隊是大單位 然後7個醫生是小單位 7個小單位去組成一個大單位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用constitute這樣子 so 7 doctors constitute the group OK 所以而不會是 the group constitute 7 doctors 這樣就很奇怪 有聽懂在說什麼 我講要蠻快的 那所以這裡有comprise跟consist of 哪一個比較像constitute呢 就是comprise OK 所以comprise的用法跟constitute是比較像的 構成 那至於consist of怎麼用 我剛剛講了 一個醫療團隊7個醫生 你就會把大單位 然後說consist of小單位 所以the medical team consists of 7 outstanding doctors 這樣就對了 你如果把它倒過來 7 doctors consist of the medical team 就是完全不對的英文 而你可能說我聽起來沒什麼差別 Well 那可能是就是你的聽力還沒有發展起來 你聽久了你就會知道 consist of就是大的東西 consist of小單位 如果你要小單位構成大單位 那你就要用comprise或者是constitute 這比較好 用make up也可以 OK so 7 doctors make up the medical team 也可以 那被動的同學 我知道高中生很會背這個 so the medical team is made up of 7 doctors 所以這個be made up of也是常看到 所以我這裡再補下去 make up這樣子 所以小單位make up大單位 這樣大家聽懂 所以呢我們下面其實就有看到 這一開頭的例句 又用了一次 他就沒有用constitute 他就用comprise 所以也是用對的 so left-handed people comprise only around 10%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所以他的comprise用的是對的 OK but a quick glance reveals that many key movers and shakers are lefties 但是很快看一眼你就能夠發現到 就能夠揭露出很多我們世界上的key的 key就關鍵的 movers and shakers 所以這裡有個特別的名詞叫做mover and shaker 他的意思就是很有本領的人 領導者強者這樣子 就是 願意放棄很多東西來達成目的的人這樣子 我們叫他mover and shaker 很會搬東西 很會搖東西 然後他舉了一些例子 for instance 例如說 3 out of the last 6 American presidents were lefties 所以美國總統過去的6個裡面有3個是lefties 就presidents American presidents George W. Bush Bill Clinton And Barack Obama 這三個都是 plus an eclectic slew of outliers who've rocked the world in one way or another had dominant left hands 所以這個eclectic slew of outliers 反正就有另外一群很獨特的一些outlier outlier這個字很有趣 就是我們講說統計學外的一些特例之類的 就是outlier 你想像我們在社會上可以畫一個圈圈 大部分都废在圈圈裡面 你在圈圈外 你就叫做outlier 躺在外面的人 outlier 好 cool 那這些人呢 曾經撼動了世界 rocked the world in one way or another 用一種方式或另一種方式來撼動過世界的這一群人 他們也是左撇子 他們有head dominant left hand 所以dominant就主導的 所以他們也是左手主導 OK 下面這些名字我們可以稍微念一下 認識一下這些人 不知道你認本是多少個就是 所以Michael Angelo都知道 美開朗基羅 Leonardo Da Vinci 達文西 Paul McCartney 就是劈頭寺裡面四個的唯一剩下的一個 Paul McCartney 保羅麥卡尼 David Bowie 大衛鮑伊 就是那個 Androgynous 磁型統體的那個概念的那個藝人已經死掉了也是 大衛鮑伊 Jimmy Hendrix 對很多人來說他是吉他之神 Jimmy Hendrix 吉米漢罪克斯嗎 不知道 我知道旺福的主唱也非常喜歡他 甚至有寫過一首歌 就用他的名字來命名這樣 James Baldwin 是那個包德溫家族裡面的 演員就是演藝師家 Nicola Tesla Tesla Oper Winfrey 歐普拉 知名的 黑人的女偷口秀主持人 Bill Gates 不用說是誰了 Steve Jobs 哇這兩個敵對的對手他們也都是 Left-handed 超屌的 所以這麼多的 Left-handed people So it's an impressive roster 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 Roster就是那種球員名單的概念 所以Roster這支也 給你知道一下下 所以球員 你們這一隊裡面有些人 中鋒後衛什麼大堆的 然後先發或是板凳之類的 這就是你的total roster Roster OK But what's the data say 但是這數據說什麼 是不是他們都比較聰明 Are they really smarter than righties 好 所以我們就看下去 是不是左撇子真的比較聰明 好所以我前面跳過的一些內容 我們直接來看他解釋 為什麼左撇子跟右撇子有些什麼不同處 所以這邊說的 Left-handers possess a significantly larger of corpus callosum 這邊有一個特別的醫學名詞 我不太確定怎麼唸 But that's OK 要馬上解釋給你看 The bundle of nerve fibers connecting the two hemispheres of the brain Then right-handers do 所以左撇子右撇子這裡也多加一個詞 就叫做 left-hander跟 right-hander 所以你說這個 left-hander也是可以的 好所以左撇子呢 他擁有possess 擁有significantly larger的後面這個東西 所以比起來真的大很多 所以這裡有個詞叫bundle bundle就是一束什麼東西 OK一束 So a bundle of nerve fiber Nerve fiber就是神經的那個 神經的那個纖維 bundle這個字學一下下 OK所以他有 a bundle of nerve fibers connecting the two hemispheres of the brain 連起了 就是左腦跟右腦 所以他們用那個hemispheres這個詞來說 一般來說我們理解就是半球的概念 所以南半球北半球 都用的是hemispheres這個詞 所以他把這個左右腦合起來的fiber呢 nerfiber 左撇子比較多 OK有趣喔 好那就表示比較厲害嗎 比較聰明嗎還是這些的 所以他說的是可能因此這樣子 左撇子數學比較好 他說他們比較有比較高的spatial ability 不是spatial spatial 所以這邊這個詞啊 他來自於space這個字 然後我們把它變成 spatial 所以他有比較強大的空間能力的意思是這樣 spatial ability OK Maybe so I don't know because I am not a left-handed 好所以 呃 酷 那他說數學常常是用 空間來當作一種概念性的思考的 So mathematics is often conceptualized throughout space 所以這裡有一個很酷的詞就是conceptualized 就是以什麼為觀念來進行 conceptual concept這個詞的動詞 conceptualize 好anyway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比較有趣的後面的這個部分 就是 他這裡說的 一些 跟左撇子比較常常 接連到的一些那種 stereotype 甚至算是一些stigma 所以stereotype剛剛講我說的是 刻板印象相信你知道 而stigma則是那種污名 所以左撇子可能會有些污名 污名化的東西 所以他們會被stigmatize OK So people who are left-handed are often stigmatized stigma tized How 有些什麼東西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裡說的就是 例如說 excuse me OK 好大概在 這邊 左撇子的一些歷史 So left-handedness has not always been seen in such a positive light 這句話說的就很不錯 鋪成了這一段 所以左撇子沒有被用一個比較 正面的樣貌來被對待 所以 you see something in a positive light 就是用一種正面的燈光來看待一些事情 很奇怪 這跟中文好像有點 蠻衝突的 不過我把它打出來 我英文常會說 you see something in a positive light 仿佛用一個正面的燈光打下去 這個東西看起來就正面了 那有沒有negative light 也是有啦 不過 我還真的蠻少聽到的 我們通常就講說 you see something in a positive light 我們比較少說 you see something in a negative light OK 所以 他就說 所以左撇子這件事情 left-handedness 通常比較不會被 用一個 positive light 來看待 所以在1936年這邊有個pamphlet 所以有個小冊子 所以1936年美國出了一個小冊子 有怎麼預防怎麼矯正 left-handedness in children 所以小朋友要是有左撇子的話 怎麼調整他 怎麼預防他跟矯正他 所以那時候被視為一個病 好慘喔 OK So left-handedness was described as a disease 他真的被描述一個疾病 OK 好 OK 所以下面就有一個prejudice 所以剛剛講的這個stigma 可以 你講prejudice也可以 就是偏見 OK 所以stereotype這個字 刻板印象 可能都還不見得 有多麼的 不好 可是stigma跟prejudice 這兩個字 就真的不是好字 就比較負面 stigma就是污名化 prejudice就是有偏見 OK 好所以有些什麼偏見呢 我們看這兩個詞 就有一些這個名詞 就已經進入我們的語言中了 例如說 你想要當 別人的 我們中文講說 當別人的左右手 左右手聽起來不就都是手嗎 左手右手很厲害 那我們都知道是一個 一個老闆一個誰誰誰 很好的助理 很相信的人 叫做左右手 可是英文啊 只有右手 沒有左手 誰這邊說的 to be somebody's right-hand man is good 所以沒有會說 you're somebody's left-hand man 只有right-hand man 因為左手 就不吉祥 大概是這樣 或者笨笨 不知道 OK 而還有另外一個詞 叫做 你有兩隻左腳 OK having two left feet 就 動作笨拙 走路摔倒之類的 你怎樣 你有兩隻左腳 you have two left feet 所以仿佛有左腳 就是不好的事情 或者 receive a left-handed compliment 這邊有個詞 left-handed compliment 左手的稱讚 是嗎 這名詞的確是這樣 還有一個 換一個說法 就叫做 back-handed compliment 這兩個字大概是一樣的意思 back-handed 一般來說 就是在運動的時候啊 我們講說 反手拍 就叫做back-hand 這樣子 所以稱讚人 可是你用反手的方式來稱讚 這個我記得我在 剛開始做每天五集的時候 我曾經做過一集 OK 就 你要怎麼樣拐個彎 稱讚人家 其實是在酸人家之類的 例如你看到 蹦恰恰你覺得 哇塞你的鼻孔好大 你一定能夠吸很多氧氣 這在稱讚嗎 這根本是在笑他 OK 所以這叫做back-handed compliment 所以這個 所以 左手稱讚 或者反手稱讚 都是 其實是 不好的東西 OK 好啦 那我們講到這裡 其實也可以了 我覺得 所以前面有一些詞 大概我們今天講的重點 是前面講的這個 左手有些很多不同的講法 例如說 Southpaw Left-handed 整個的名詞叫 Left-handedness 就像nearsighted 跟nearsightedness 近視一樣 那你講你是lefty也可以 OK I'm a lefty I'm a righty 這樣子 Left-hander也可以 Left-hander 發音重音要對 Left-hander 不是Left-hander OK這個不行 Left-hander 我都講一件事情好了 竟然講到這個發音上 而且我們今天好像這一集 沒有說非常長 Moderate這個字記的吧 那我有一陣子會上那個 Clubhouse 現在好少上 現在上就是聽那些 大陸的人跟台灣人在吵架 所以Moderate這個詞是 有控管之類的概念 就不要讓這些人吵太嚴重 或者也不要讓大家聊不起來 所以調在一個中用的狀態 Moderate 所以Moderate這個詞就有中用的概念 那裡面你如果是一個 那個Clubhouse裡面房間的控管員 就叫做這個東西 猜猜看我突然聽到大家唸成什麼 Moderator 那 Moderator Moderator OK I'm the moderator of the room I'm not the moderator of the room Moderator聽起來像是 什麼 Moder Moderator 不是OK 好像在罵人一樣 Moder 不對 Moderator OK Moderator 所以有時候這個重音的部分 調整一下下 比較像是 道地唸的英文 好啦大概可以了 複習的部分 其實我們複習完這個 這個左手的部分大概也差不多了 頂多就是再多講一個 剛剛這個red-handed 就是你去抓人 現行犯 You catch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red-handed OK red-handed 好像還有這邊一個 構成 還記得構成嗎 說要結束就不小心又講下去了 好 這個複習下去 來 所以 comprise這個詞 你知道嗎 其實我還設計出一個東西 今天講得有點鬆散 不行 我要跟一個朋友道歉 上禮拜我才說 我現在要把節目做緊湊一點點 緊湊個小啊 我都是在亂聊而已 所以我還做出了一個這詞 複習時間 所以剛剛也忘記拿出來 希望我在以後的集會把它記得拿出來 所以講完內容之後 複習時間 好白癡 好anyway 所以剛剛又講回這個 組成還記得嗎 comprise 跟constitute 跟makeup 它的用法 是一樣的 那至於 跟consist of 比起來就不一樣 還記不記得 OK 而且 他們四個的重點都是主動的 那 那前面這三個就是 小單位去組成大單位 所以講回我剛剛前面的例子 七個醫生構成一個醫療團隊 所以七個醫生當主持的話 你就要用comprise 跟constitute 跟makeup 才可以 然後後面就是 接上醫療團隊 so the seven doctors comprise the medical team 可以 那如果你要用consist of的話 大單位要當主持 so the medical team consists of seven doctors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可以了 真的要結束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